历史世界频道 菲律宾革命 西班牙人称为他加入战争 是在1896年至1898年间 菲律宾人民为争取脱离西班牙帝国 而和西班牙殖民者进行的一场战争 革命始于1896年8月 西班牙政府发现一个由安德烈康尼发售领导的 反殖民的的秘密组织卡蒂普南 作为解放运动组织 卡蒂普南希望透过武力反抗西班牙殖民政府 建立一个独立的菲律宾国 并逐渐影响菲律宾人民 在加洛坎市举行大型集会后 卡蒂普南的领导者组织革命政府 他加入共和国 并宣布全国发动武装革命 伯尼发西奥号召人民攻击菲律宾首都 马尼拉的行动虽然失败 但周围的城市却开始反抗殖民政府 尤其由马里亚诺阿尔瓦雷斯 Variano Álvarez及埃米利奥阿奎纳多领导的贾米地 审判乱早期更取得胜利 随着伯尼法西奥于1897年逝世 阿奎纳多在一系列的权力斗争下取得胜利 取得革命政府的控制权 同年革命党人与西班牙政府签订迫 阿奎纳多时动条约The Pact of Biaknobito 双方暂时停止敌对状态 阿奎纳多随即逃亡至香港 然而敌对状态从未终止 1898年12月 美国和西班牙在美西战争后签订巴黎条约 西班牙以2000万美元将菲律宾卖给美国 由于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政府反对巴黎条约 1899年美非战争爆发 美国获胜占领菲律宾 美国在二战后的1946年承认菲律宾独立 感谢你收听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要立即加入我们的脸书社群一起讨论历史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视频